华龙一号首次并网成功 向中国电网送出第一度电 中国新能源开发使用领域重大突破 或将改变中国能源结构 近日 中国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中和集团 福清核电六号机组 首次并网成功 开始向中国电网送出第一度电 华龙一号的成功代表了全球第三台 中国第二台华龙一号并网发电机组的问世 据了解 华龙一号是由中国两大核电企业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广核集团 在30余年核电科研制造建设和运行经验的基础上 根据福岛核电事故经验反馈 以及中国和全球最新安全要求 研发的先进百万千瓦级压水核堆核电技术 可以预计满足100万人的用电需求 这是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三代压水堆核电的创新成果 也是中国核电领域走向全世界的重要名片 华龙一号的建成问世 标志着中国核电领域创新发展的重大突破性成果 能源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困扰着世界发展的重要问题 目前世界主要能源是石油 但其实不可再生资源 石油这种自然资源的短缺 会导致能源供应短缺 或是价格上涨而影响经济 造成能源危机 世界历史中曾出现过七次大规模的能源危机 当前全球石油开采率即将达到最高 这也可能促成另一能源危机 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 其实就是一部能源利用的发展史 能源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人类文明也在不断地探索新的能源 现如今的能源利用方式是以电能为核心 在当下的人类技术体系下 电能必然是能源的核心与方向 电力已经融入到人类日常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 很难想象 如果没有电力 现代文明会出现怎样的慌乱 所以如何有效地产生电力 就是世界各国一直在探索的问题 所以在全球能源十分缺乏 化石能源经长期开采 其资源日趋枯竭 已不足以支撑全球经济的发展 同时 人类意识到节能减排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更加注重生存环境和生存空间的质量 大量燃用化石能源产生的温室效应 酸雨现象 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 寻找一种可再生的清洁能源 成为了世界发展的迫切需要 核电也就成为了全世界各国的研究项目 自20世纪50年代 美国实验增值堆一号 首次利用核能发电以来 世界核电已有70多年的发展历史 核电的产生 是通过氢原子核的融合 和重原子核的分裂 来释放大量的热量 然后按照核能 机械能 电能这一顺序进行转化而来 世界上第一个向电网并网发电的核电站 是苏联的奥布宁斯克核电站 发电功率5000千瓦 这个反应堆使用了石墨来控制核反应 并用水来冷却 算是最简单的核反应堆了 在核能出现后 人们看到了这一可再生清洁能源的未来发展 英国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 开始着手大力研究核电技术 建造核电站 核电站根据历史的发展分为了四代 第一代核电站 也就是苏联建立和美国实验的项目 这些项目的成功 证明利用核能发电的技术可行性 但还并不成熟 无法完全商业化 经过了漫长的发展核电站来到了第四代 但很遗憾的是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建成一个符合第四代标准的核电站 核电站最重要的指标是什么 答案是安全 中国《华龙一号》的建成最基本的就是建立在 以日本辅导核电站事故和全球最高安全标准上的 从第三代核电站的标准发行开始 核电站的安全就成为了最重要的问题 随着核电的不断发展 反核的言论也愈演愈烈 因为核反应堆在进行反应时会产生高放射性核废料 这就导致了很多人认为核电站安全性不高 核废料会危害人体的健康 核辐射会影响到周围很大一片地区的环境与生物生活 近年来影响最大的核电站事故就是日本辅导的核事故 2011年日本东北太平洋发生李氏9.0级大地震 同时引发海啸 导致了日本辅导第一核电站和辅导第二核电站受到严重的影响 大量的放射性气体向大气环境释放 辅导第一核电厂的放射性物质也泄露到外部 这些放射性气体和物质与灰尘融为一体 导致周围20公里的8个室厅村形成了高辐射区域 日本政府立即对这一区域进行了封锁 直到今天也是空无一人仿佛一座鬼城 去年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将辅导第一核电站上百吨核污染水排入大海 日本这一重大事故被评为于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切尔诺贝利事故 同样严重的七级重大事故 1986年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的普里皮亚济世 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导致30余人当场死亡 200多人受到严重的放射性辐射 之后15年内6到8万人陆续死亡 13.4万人遭受各种程度的辐射疾病折磨 这两大核电站事故一直在给人类敲响警钟 在日本辅导核事故发生后 国际社会 中国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对核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望 中国华龙一号的建立也在安全性上做到了绝对的程度 只了解 作为日本辅导核事故之后设计定型的新堆形 中国华龙一号充分考虑了辅导核事故的经验反馈 具有充足的能力抵御类似辅导的核事故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 在实现包容放射性物质的安全标准方面 中国华龙一号首次采用了具有很大容积的双层安全壳 其自由容积比日本辅导核电厂的安全壳容积增大了一个数量级 能够更好的包容严重事故情况下的气体释放 并且还为华龙一号的非能动系统容量和移动设备运行能力 均满足72小时的要求 也就是说 如果在事故发生后 至少72小时内可以实现电厂自洽 而内无需任何外界援助 根据2020年核能发电量占比排名 美国以789.9亿千瓦时位居世界第一 核电占美国发电总量的19.7% 而核电占全国发电比重最大的国家是法国 核电占比70.6% 这一占比可以说是非常恐怖了 要知道 虽然中国以344.7亿千瓦时的核能发电量位居世界第二 但中国核电占比只有4.9% 中国目前的能源结构大头还是煤炭 煤炭发电占比近60% 然后是石油和天然气 不可再生的话是能源发电量占全国发电量的85% 中国虽然一直以来煤炭资源丰富 但就传统发电方式来说 虽然可以通过废弃 脱流 脱销等方式减少环境污染 但是仍然还是会有碳排放产生 所以中国一直在寻求能源结构转型的机会 但近几年来 再生能源的比重逐渐增大 国际数据公司也在近日发布了2022年中国能源转型十大预测 在能源结构低碳化转型下实现高质量增长报告 报告中预测 2022年中国能源供应将更加多元化 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 非化石能源占比将提升至20%左右 而在有着华龙一号核电站的助力 中国能源结构转型的过程也将会缩短 中国能源绿色转型也将持续向纵身挺进